中文字幕提供 反送中運動三週年 有香港留學生在美國著名學府康奈爾大學校園附近 張貼支持香港的海報 期間遭到疑似大陸的留學生襲擊和威脅 事次遭到暴力對待的是香港留學生高永謙 他是康奈爾大學東亞自由促進會的聯合主席 事件發生之後 他在協會官方Instagram帳號中公開事件的經過 據他的透露 週三下午 他在康奈爾大學的附近社區 張貼印有自由香港自由維吾爾人自據的海報 當時有一名年輕的華人男子上前私下海報 並用普通話威脅高永謙恐嚇他說你敢再貼 當高永謙拿出手機錄影時 對方將他推跌並企圖搶走他的手機 直到另一名男子走近 對方才停止私報 但就繼續私下現場的海報 高永謙在事件中手捕受傷 而私報的男子身份至今仍未確定 但網絡上有不少評論都指 他是康奈爾大學的中國大陸留學生 高永謙在校期間曾多次組織聲援反送中運動 並發起抵制北京東澳等活動 他之前張貼的海報也屢次遭到破壞 這次是他第一次遇到肢體攻擊 高永謙認為 事件顯示中共如何在海外 壓制言論自由 他說今年是反送中運動發起三週年 希望有更多人知道香港人 仍然在為自由而戰 他也會繼續堅持行動 不會因為被襲而被嚇倒